大难之后起疑团,司空流星夜传言,秋辞国里弥不解,看中之人又为难。 秋辞王定了定神,他忽然冲过来说,他们一共来了六个人呐,还有两个人呐。 鸡兵艳淡淡地说,王爷,王爷想见他们,秋辞王驾了一跳,赶紧摇手,不想。 不想,楚流星叹了一口气说,那两人不幸遇到他们,只怕是永远不会来了。 琵琶公主瞅着他说,那要遇见你呢? 楚流星装作没有听见,还是不理琵琶公主,胡铁花却笑着说, 遇见他楚流星的,那可走运了。 那孙猴子以前有三次都放在他楚流星的手上,他楚流星竟放了他三次, 所以孙猴子现在一见到他,那连屁都不敢放,就走。 他笑了笑,又说, 其实啊,孙猴子武功之高,另五个人夹起来都比不上啊。 秋辞王顿又紧张起来说, 但是,但是这孙猴子却说,那还有个比他厉害十倍的人, 嗯,就要来啊。 琵琶宴皱着眉手, 哦, 胡铁花却又笑着说, 啊, 哈哈哈哈, 比,比,比黑猴孙空更厉害十倍的人, 那世上大概还没有几个, 哎, 哎, 这莫非是那个猴子在跟咱们开玩笑啊? 琵琶宴说, 不, 孙猴子从来不说谎。 胡铁花也不禁皱起了眉头说, 哦, 那你想, 他说的是谁呢? 琵琶宴冷冷地说, 无论这个人是谁, 等他来了再说也不迟, 各位, 若没有睡觉的习惯, 在下就一个人去睡了。 他话还没有说完, 转身就走, 胡铁花的眼睛转来转去, 似乎还想喝两杯, 忽然见到琵琶公主的脸色, 变得难看得很, 他这酒也喝不下去了, 他抹了抹嘴角, 打了个哈哈, 不情愿地跟着走出去了, 楚铁花自然更是不愿意留在这里, 抱了抱拳, 刚想走出去, 忽然听到琵琶公主大声地说, 你慢走, 秋思王说, 听留步, 琵琶公主叫得再大声, 她都可以装作没听见, 但是秋思王也在叫她留步, 楚留乡只有无可奈何地转过身说, 呃, 王爷, 还有什么吩咐, 秋思王支吾了半天才陪着笑说, 呃, 这个, 小女和另有的婚妻, 你看是定在哪天好啊, 楚留乡沉音说, 呃, 王爷的意思是, 谁知秋思王还没有说话, 琵琶公主却抢着说, 自然是越快越好啊, 楚留乡平生见过不少胆子大, 脸皮厚的女人, 但像她这样急着要嫁出去的, 倒还真是没有见过, 她愣了愣, 只有苦笑着说, 呃, 哼, 婚约既然已经定下, 婚期得迟早, 都无妨, 琵琶公主的眼睛发着光说, 好, 那么就是, 明天吧, 楚留乡大步走回去, 心里真是又好气, 又好笑, 喃喃地说, 好, 世上竟会有这么着急的新娘子, 倒真是少见得很啊, 少见, 她一步迈进了帐篷, 就瞧见胡铁花, 正抱着酒壶, 大口的喝的, 一口气将大半壶酒都喝干了, 才叹了一口气, 笑着说, 哎, 刚才, 可真, 真快憋死我了, 哎哟, 烟巴巴地瞧着, 你们两个人, 左一杯, 右一杯, 那滋味可真比孙悟空戴上金箍咒还难受呢, 鸡兵燕悠然说, 你的脸皮不是一向厚得很吗, 哎哟哟哟哟, 别人开我的玩笑, 我都不在乎啊, 但是, 她, 她, 公主, 公主也来开我们的玩笑, 啊, 你说, 你说这要不要命啊, 鸡兵燕笑着说, 呵呵呵, 怎么, 你现在就怕她了, 哎, 要命的日子可还在后头呢, 楚刘香微笑着说, 要命的日子, 要命的日子从明天就要开始了, 新娘子就急着要嫁, 催着我把婚期就定在明天呢, 蝴蝶花跳起来, 失声说, 月马, 明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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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 楚刘香说, 呵呵呵呵, 对, 蝴蝶花一把揪住的楚刘香大声地说, 死吧,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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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赢了, 楚刘香笑着说,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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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不会啊 我跟楚流香都可以教你 蝴蝶蛙一个枕头朝他治过去 赤着脚跳下的床 到处找酒 不住喃喃的说 酒呢 酒呢 该死的酒 他怎么连一点都没有了 再不喝两口酒 压着我这个心 那就要紧张的跳出来了 楚流香望着鸡兵宴 陈生说 你想 他们为什么急得要把婚期定在明天 齐冰雁大胆一笑说 经过今日之事 秋辞王好像金空之鸟 谁都不敢信任 他只有赶快找个女婿做保镖 否则 忽然胡帖花一成惊呼说 快来瞧啊 这是什么 原来 胡铁花翻来翻去 久没有找着 却忽然发现花瓶下压着一张纸 在雪白的纸上写着一笔 铸绣的字迹 卓军 远道而来 自顾尚且不想 何苦多观仙事 称天色未明离此处去 视为上策 否则 毁之晚矣 若听良言相劲 我听良言相劝 却将 携手再作江汤 为诸君 受 看中人 又败 除了 储留相的手里捏着这张纸条 不觉得呆住了 鸡兵验皱着没说 两次留结 都是同样的笔迹 史冠军的党羽果然早已经打入了龟子王的左右了 胡铁花洞中说 你 你想 谁会是他的党羽呢 鸡兵验叹了一口气说 每一个人都有可能 也许是他帐下的金家武士 也许是他的机械 也许就是他们妇女 自己 胡铁花瞪着眼睛愣了半伤 苦笑着说 你们不要为我着想 我这驸马当不当 那都没有关系 你们要是走 现在就走吧 走吧 楚留相微微一笑 要是这白纸上写着几个黑字就能把我们吓走 我们就算能活下去 做人也没意思 胡铁花的眼睛亮了 摩拳擦掌大声的说 这才像楚留相说的话呀 咱们好歹也该跟他拼一拼 楚留相沉上说 现在他既然已经必定要来找咱们 咱们反而用不着着急了 索性就在这里等着他 你明天还是结你的婚 三天后 咱们也还是按照秋思王原定的计划 拿那些明珠白玉去换他的极乐之星 鸡兵宴冷冷的说 一想他真的会换了 他自然不会换 胡铁花忍不住说 他既然不会换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楚留相缓缓的说 秋思王 随随便便 就将那颗猫眼送给了你 却对极乐之星看得比命还重 这极乐之星显然另有一种秘密的价值 是吗 不错 史观因这样做 自然就是想探出这极乐之星究竟有什么价值 这价值究竟有多大 鸡兵宴忽然接口说 秋思王既然将这极乐之星瞧得如此之重 却又如何要托彭家武将将他送走呢 楚留相沉吟说 也许并不是送走 而是托彭家武将带来 鸡兵宴皱着眉说 难道是说 极乐之星本不在秋思王这里 而是在关内某一个人的手上 现在秋思王急需此物 所以才要人送来 楚留相沉吟说 嗯 这自然也是有可能的 是吗 西兵宴说 如此说来 就更不对了 如此珍贵之物 秋思王怎么会让他落在别人的手里 那人既已经得到如此珍贵之物 又怎舍得将他送回来呢 楚留相长长的叹了一口气说 这其中自然有些不足为外人知道的秘密 这秘密也许真的只有秋思王一个人知道 我们猜也无用 只不过我想 开笑接着说 哼 我想到了必要的时候 那秋思王说不定就会 自己说出来 经过了这样的一天 他们的心里就算是有重重的心事 但是只要闭上眼睛 也不觉迷迷糊糊的就睡着了 也不知睡多久 托听一觉带风 嗖一声响 一个人飞夜色的窜入了帐篷 原来那竟是中原侠道 司徒流星 他的轻功那实在是不弱 又以为帐篷中人一定睡得很熟 谁知他刚刚窜进来 就发现自己已经被人家团团围住了 像楚留相这样的人 就好像永远不会真的睡着 鸡兵宴冷冷的说 郭乡 不此而别 又不告而来 不嫌太神秘了吗 司空流星一面擦汗 一面强项的说 在下 在下的确是有及时相告 但王三位 恕我冒昧 装肉之罪 鸡兵宴静静静的瞪着他 看了半生 脸色才和缓下来 蝴蝶花已经笑了 有什么急事 我去 卖门的说 卖门的说 司徒流星说 在下 在下 昨夜不辞而别 实在是 暗中跟踪那杀手无情 渡环而去的 在下总觉得此人心怀叵刺 必有诡计 蝴蝶花说 到底是老江湖了 眼光果然不错 司徒流星说 他 形色似乎十分的匆忙 我一路在后面跟 他也全未觉察 只是向北急行 走了末月半个时辰 就发现一座沙丘后 仅有一个黑色的帐堂 鸡兵宴目光如炬 冷笑着说 那帐篷里别人不说 单纸黑猴孙空一人 就凭阁下这样的武功 若想暗中窥探 只怕 你是很难活着回来的 司徒流星苦笑着说 在下自然知道 那帐篷里必有高手在里面 我怎么敢大意呢 眼见窦欢走了进去 正不知该怎么办呢 谁知就在这个时候 突然一匹快马奔来 万公大剑 搜一剑 就向帐篷里射精去了 马踢不停 又飞奔而去 鸡兵宴冷笑着说 凭孙猴子的眼里 这匹马远在百丈之外的时候 就该听到了 又怎会容得他跑到帐篷之前 又怎会容得他万公大剑 司徒流星说 是啊 可是那匹马似是龙肿岛居啊 而且马踢上竟也 胃上有踢铁 踏杀而行 竟是落地无声 脚趾一流的轻功高手 但也是毫不逊色的呀 蝴蝶花瞧了 楚流星一眼笑着说 哎哟 那这匹马只怕 跟你那个黑珍珠差不多了 楚流星微笑着说 大漠之上本多两句 葛笑 请说下去 司徒流星说 本马放过 这帐篷里 已有三个人 就剑一般的窜出来了 就追下去了 在下知道 若不尝此时冒险 以后就更没有机会了 鸡兵宴冷冷的说 哼 阁下的胆子倒是不小 司徒流星接着说 在下悄悄就绕到了 帐篷的后面 这因那里也围住了几匹马 马斯生 多少可以掩持一些 在下的行踪 胡铁花拍着掌笑着说 果然不愧是 明邓中原的侠盗啊 行动果然是 老手 老脚 司徒流星红了脸 接着说 在下就趴在了地上 将帐篷悄悄地掀开了衣线 这县里面除了杜环之外 还有两个金冠锦袍的秋辞贵胄 一个面色阴沉的汉人 鸡兵宴瞧了楚流香一眼 楚流香皱着没说 难道这次修斯国的叛变之中 还有汉人参与其间吗 司徒流星说 这三个人 自桌上取下了那枚射进来的剑 剑上竟有一张纸条 那修斯人瞧了瞧 想必是虽通汉语 却不认得汉字 就将那纸条子给了那个面色阴暗的汉人老者 请他把纸条上的字给念出来 胡铁花笑着说 要不是这样 你也不会知道上面写的是什么 看来你这愿气还不错 司徒流星接着说 在下 只听到那老者大声的念叨 极乐之星已在我手而等 若想得到此物 这黄金五千两明珠五百粒玉碧五十面 向东北 知星五十里 若想换二等 一入不成 此物便重返 秋思王 这手已 他面到了一半 主流乡三个人 以齐地为之动了戎 蝴蝶花大声的说 哼 好小子 他居然两头都想要做买卖啊 难不成这极乐之星 是和秋思国的 疾病间立刻打断了他的话冷冷地说 那两个秋思人听了之后 有什么表示 司徒流星说 他们的脸色立刻就打变了 就在这个时候出去追人的三个人已经回来了 帐篷里的人非但绝口不提这个事 反而把那个纸条悄悄的就藏起来了 蝴蝶花说 那追人的 追着没有啊 司徒流星展颜一笑 没有追着 其中一个欺貌如猴的人 嘴里不停地大骂 说那匹马一定是鬼马 否则他就是闭上眼睛都能追上 胡铁花失笑道 孙猴子自命轻功高绝 这回 他这根头竟栽在一匹马上 自然要气疯了 司徒流星说 我知道 此人必定是高手 他心里正在着急 生怕被他们发掘 幸好他们商量了一阵之后 这位孙猴就带着杜婉等三人来行刺 就算了